志强大四的时候就早早出来实习,这一天他等得可太久了,他找了一个单间租下来,一个月八百块钱,不算贵,但对于自己来说,等交完房租的时候,兜里也就剩下七块钱,可是工资要到下个月才能够发,那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? 总不能张口跟奶奶要钱了吧,他都这么大年纪了,而且距离那么远,就算是有钱,也送不到自己手里,他跟母亲打过去电话了,这也是下了足够大的决心,只是母亲好多年没有出去打工了,手里确实没钱,不过母亲就说,要不跟舅舅或是小姨借点钱,他们当年没少跟志强爸爸借钱, 现在借几百块钱缓解一下,应该是没问题的,奈何,所有打过去的电话都被挂断了,只是没想到,多年后,这群人,又开始找上了自己,翻遍了身上所有的银行卡,查遍了所有账户,交完房租,只剩下七块钱了,志强也没想到,从大学出来的第一件尴尬事,不是找不到工作,而是没钱吃饭, 他不想再跟大伯打电话借钱了,也不想跟奶奶伸手要钱,自从父亲去世后,母亲改嫁了,他就跟着奶奶生活,这么多年,奶奶也付出了很多,他上大学的很多开支,除了申请的补助和自己的兼职, 其实,大伯这几年也多少拿出来点,不多,但也知足了,大伯家有三个儿子,现在都在上学,大娘身体不好,一直在家务农,全家人的压力都在大伯身上,他知道,这些年,大伯确实辛苦了,或许他也想帮自己,只是力不从心罢了, 志强想着跟母亲借一下钱,这么多年了,母亲改嫁后,他们很少见面,只是打打电话罢了,这些年,志强也没有跟母亲要过钱,甚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,那么艰难,也没有去跟他要钱, 如今,确实想不到还能找谁借钱了,他就拨通了母亲的电话,电话那边很吵,应该是母亲的两个孩子在吵闹,志强说,兜里只剩下七块钱了,能勉强扛过明天一天,但发工资还要好长一段时间,问能不能借三百块钱,等发工资了,就立刻还回去,没有 母亲说,这几年,他一直在家照顾孩子,没有出去打工过,所有的钱都在那个男人身上,他的日常开支,都是跟那个男人要的,每次只给一点点,家里还有两个孩子,哪哪都需要钱,自己也是没办法帮助,志强听了,叹了一口气,他在发愁,过了明天,自己该怎么办? 这个时候,母亲就把舅舅和小姨的手机号给了他,跟他说,当年舅舅跟爸爸借了不少钱,还有小姨夫也是如此,这么多年,这账都烂透了,也没有了一个头绪,但现在要过来三五百,应该不是问题,尤其是舅舅,这几年开挖掘机赚了不少钱,还买了一辆宝马,他应该拿得出来这个钱,小钱,舅舅应该会给孩子的, 母亲这么安慰着志强,同时也在安慰自己,志强挂了母亲的电话,自己躺在出租屋的床上,思考了很久,他不想跟舅舅和小姨说话,一来是这么多年,他们很少走动,二来,当年父亲去世的时候,自己还小,到底借没借钱,现在还认账吗? 现在还认这个外甥吗?他自己心里没底,于是跟奶奶打电话确认了一下,奶奶也说,当年舅舅做生意赔钱,都是爸爸店的底,这些钱也该要一下了,有了奶奶的肯定,志强算是心里有谱了,于是就打通了舅舅的电话, 嘟嘟嘟被挂断了,志强又打了一遍,那边良久才接就,是我,志强,他又给挂断了,志强又打过去电话就,我是志强,别挂电话,我妈让我给你打的电话,哦,是哪个志强? 志强说了一通,对方才掌傲一声,之后先问了怎么搞到他的手机号,又问了有什么事情吗?志强没有直接说借钱的事情,只是说刚大学毕业,兜里没钱,现在挺难的。 舅舅或是听出来什么意思了,就表示哦,我也没钱啊,我刚买了车,又给你老表买了房子,我现在手里也没钱,要不你再找别人看看。 舅,当年我爸是不是借给你钱了?谁说的?别乱说话。 对方语气变了,志强听得出来,这是舅妈在大喊大叫。 舅舅接着说,你别乱说话呀,这都多少年了,我咋可能跟你爸借钱呢?有借条吗?有的话,我这就还给你,没有的话你就别乱说了。 还没等志强反应过来,对方就表示行了,没事别跟我打电话了,我这还有事,挂了。 说完就挂了电话,等志强再打过去的时候,发现已经被舅舅拉黑了,怎么打,都打不过去。 没办法,志强只好跟小姨打过去电话。 奈何,一样的结果。 小姨夫那边也说,只要拿出借条,是多久就按双倍地还,没有的话,就不要瞎说。 或许他们知道,当时就没有借条,所以才会这么有底气吧。 志强已经不期待什么了,就换了一个说法能借点钱不,等发工资了,立刻还了,也不多,就借三百。 但结果是一样的,没有。 好吧,打了几个电话,一分钱没有借到。 他挂了电话,这个时候在想,明天的饭钱该怎么办。 而这个时候,手机亮了,是大伯。 大伯给他转了二百块钱,让他先应付着,等花完了再跟自己要。 志强把这二百零七块钱,几乎是揉烂了掰开花的。 他不坐公交,每天早起跑着去上班,早上几乎是不吃饭,中午就吃一个摩家菜,也不贵。 晚上的时候,他路过一个转角,那里有个卖烧饼的,不过他们家的烧饼比较大。 志强买了几个,待回住的地方后,就烧了开水,泡起来吃,放点白糖,这就算一顿饭了。 这种吃法,小时候他经常跟奶奶这样吃,都习惯了。 后来觉得买烧饼也挺贵的,就去卖馒头的地方,买了几个大馍,就是一种大型的馒头,很大很大。 他让老板给你切了二刀,就变成了四块,然后自己又买了辣椒酱和蒜瓣,这样,生活的成本就又降低了不少。 紧巴紧巴,算是熬到了发工资的时候。 他还在实习期,又加上没有上满一个月,所以这才只发了八百多块钱。 他还了大伯二百块钱,又被退回来了。 大伯不要他的钱。 就这样,志强有了八百多块钱。 他买了一个小锅,就是那种大学生偷偷在宿舍下面吃的那种小锅,买了很多很多的面条,还有蒜瓣和辣椒酱,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,他就自己做饭吃。 白水煮面条,那种滋味,实在是难以下咽,他就靠蒜瓣,一口一口地吃下去。 志强租的房子,本来就是改装的,隔板也很薄,住了好多户人家,有其他的人跟房东反映有人做饭,可能存在安全问题。 最后,房东把他的小锅给收了。 也没办法了,志强又回到了那个单吃馒头的日子。 不过还好,理发工资也就剩下十几天,熬一熬,肯定能够过去。 冬天到了,他还是穿着薄薄的外套和冻冻鞋去上班,不过还好,公司里有空调,这比那个出租屋舒服多了。 同事看不下去,这个时节,人家都穿羽绒服了,他怎么还穿一个单外套? 每次有同事问,他就笑笑说自己不冷。 其实这衣服,已经是他的全部了,而且身上的这一身,已经穿了大学四年,一直穿到了现在。 有一次袜子洗完了,还没干,实在是找不到穿的,他就先给脚套上一个塑料袋,又穿上袜子去上班了。 他觉得,穿一上午,应该会暖干的。 周末的时候捡头,他走过一个个大街小巷,最后在一个桥下面找到了一个老师傅,那老师傅是专门给老年人剃头刮胡子的。 而志强喜欢来这个地方捡头,只要就是便宜,以前是两块五块,现在涨到了五块,估计后面可能会涨到十块。 志强想着,能省一次钱,就省一次吧。 他在外地工作了几年,有了经验,就从外地回到了老家,又联合了几个朋友,开始自己单干了。 创业是艰难的,最主要的一个问题,就是没有启动资金。 后来他就去跟某某借了钱,每次收益一到账,他就立刻给还了。 就这样,周而复始,滚来滚去,经过大半年的时间,发现不用再外借了。 这个时候,志强知道,他成功了。 第一年过年回家,他给奶奶拿了五千块钱,又给大伯拿了两千块钱。 这个年,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兴奋的年之一了,因为手里终于有钱了。 开春,他租了写字楼,又招聘了不少人,一起干。 效益很不错,半年的时间赚了五十多万,他在这个三线城市里付了首付,买了一个不错的房子。 又紧接着,大概三个多月的时间,他全款买了一个十几万的车,回到家,开着车带着奶奶去赶集。 这个时候,天巧遇到了舅舅,他给舅舅让了根烟,简单说句话就走了。 村里就这样,谁家有点事,用不了一上午就传开了。 大家都知道,志强开了公司,也赚到了不少钱。 于是说没的也就来了。 这是奶奶不敢想的,也是所有人不敢想的。 要知道,对于志强这样的家庭,几乎没人愿意把孩子往他们家送的,因为明知道就是过来吃苦的,而且更加担心的是,他拿不出彩礼钱。 不过现在好了,这些都不再是问题。 经过相亲,最后确定了一个姑娘,对方要彩礼二十八点八万,三斤,上教理下教理不能低于五万。 志强有点难办,他说现在还在还房贷,而且手底下人比较多,可能得需要一年的时间。 女方表示没问题,愿意等。 后来,他也算顺利地娶上了媳妇。 婚礼是在老家办的,所有费用都是他一个人出的,前前后后结婚,花了将近五十万,不过这对于他来说,也就是一年的利润罢了。 而这个时候,母亲就打过来电话,说舅舅和小姨想过来参加婚礼,但是已经忘记志强的家在哪了,问志强能不能过去接一下。 志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大伯,大伯听了之后直接怒了,你爸活着的时候,你就恨不得一天来一趟,咋就不知道路了。 他就是要面子。 最后,舅舅和小姨还有母亲都没来,只有母亲赚了五百块钱的份子钱,而他们一分没有。 一年多后,志强有了孩子,生意上的事情就转给了合作伙伴,他每个月只需要拿抽成就行,毕竟他除了自己,没人能帮他照顾孩子。 只是没想到有一天,舅舅打来了电话。 不仅是舅舅,还有小姨他们都想来看看志强的孩子,说作为长辈,要给孩子送点见面礼。 志强拒绝了,他不想再跟这些人有什么瓜葛。 然而,几天后,奶奶打过来电话,说舅舅和小姨他们去老家找他了。 志强开着车,从市区跑到了老家,只见舅舅和小姨都在屋里坐着。 这一幕对于志强来说,太久违了,也好多年没有见到过了。 小时候,放学回到家,会看到屋里坐着几个人,他就直到家里来亲戚了,自己会有好吃的。 但自从父亲去世后,这种场景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这么多年,家里除了奶奶,就剩下自己了。 他和舅舅那拨人,已经好多年没有了联系。 志强知道,无事不登三宝殿,就直奔主题了。 原来,是姥姥病了,瘫痪,需要很多钱。 舅舅说,这些年志强生意做得不错,作为外孙,应该表示一下, 不管怎么说,那是亲姥姥,身上这个血脉,是不会断的。 小姨在一边附和着,还说这么多年,姥姥是多么地想念这个外孙,多么地挂念。 现在外孙有本事了,做姥姥的,心里高兴得很。 志强没有说话,画面一度尴尬。 舅舅又打了很多很多的感情牌,看志强没啥反应,就表示要不咱去看一下好吧,看看就回来,也不是说非要你拿多少钱,你现在是大老板了,我们每个人出五千,你就出两万,不算多吧。 他说得很真诚,差点打动了志强,但志强拒绝了,这么多年没有来看过自己一次,当年大学毕业借钱被拒绝,还拉黑了自己,甚至结婚的时候,还说找不到家门,那现在是怎么找到的呢? 这么多年不来看望自己一次,如今躺在床上,却说日夜思念,骗谁呢? 别说两万,就是两块钱,也不想出。 志强的话有点激动,这倒是让舅舅和小姨不爽了。 小姨说你这孩子,那可是你老了,你小时候他还抱过你呢? 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,没爹教养就是这样不懂事。 这话出来,算是彻底把志强惹恼火了,他把舅舅他们领过来的东西,一并给扔出了大门,让他们赶紧走。 回想起来这么多年,自己煎熬过来,当时他们没一个人伸手帮一把,但凡他们能够念个旧情,自己也会感恩他们一辈子,奈何,从来没有。 志强想着,别说现在没钱,就算是有钱,也不会拿出来一分钱给他们的。 谁对自己好,自己心里有数。 他余生,也只想着好好照顾奶奶,好好报答大伯他们了,其他的人都靠边站吧。 朋友们,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吗? 欢迎评论。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,逃离恶毒婆婆。 婚礼当天,婆婆牵着他心找的老头把我挤下了台。 身穿礼服对我说,咱俩的婚礼一起办,省钱。 婚后更是直接把老头带到了我们家,躺在我的卧室。 我把房子租出去了,跟你们一起住,尊老爱幼,我们住主卧。 我笑了,转头将房子也租了出去。 我也租出去了,准备住酒店,那就各顾各吧。 魔法打败魔法。 定亲那天,婆婆当着我爸妈的面就来了个下马威。 我家齐送不会做饭,小韩以后你可得多辛苦了。 毕竟男人在外面干工作,女人就得做好后勤工作才行。 你说是吧,亲家母。 说着笑嘻嘻地看向我爸妈。 我转了转眼前的菜,给她夹了一筷子,我可不会做饭,以后的辛苦您了,下班之前把饭给我们做好,再回家吃就行。 我猜您也不爱跟我们一起吃饭,我们也不勉强,毕竟您清静惯了。 她张了张嘴,刚要反驳,我继续说,您当初非在我们小区买房子,也是为了这个,对吧,妈。 我妈配合着我,一句句辛苦了亲家母,给我婆婆戴高帽,赌得我婆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 也没机会插话,她气得眼里冒火,可又不好在这种日子里闹得不好看。 毕竟定亲之前,是她要死要活地飞在我们小区的隔壁那栋楼买房子,全然不顾我们结婚在即,需要大量的金钱。 后来我才知道,她是想把给我的彩礼钱拿出来给她买房子。 这个老妖婆,算盘打得倒挺响,我也不惯她毛病,隔天就带着她去了寿楼处。 房子签约的时候,递出了我的身份证,她错愕地看着我,眼神里有说不出的震惊。 我一边把身份证给置业顾问,一边跟她解释, 妈,我知道你想离我们近点,给你买了房子,就没有钱付彩礼了, 这样直接把这套房子落在我的名下,就当是彩礼了。 说完,我不顾她的喊叫,让齐宋把她拖出了寿楼处。 就这样,原本30W的彩礼,变成了一套70W的房子, 她自己还搭进去20W的房款。 一顿饭结束,我看着婆婆的脸色,已经铁青无比, 感觉再吃下去,她就要掐人中了。 送走婆婆后,我妈挽着我的胳膊,小声开口, 你婆婆可不是个善茶,以后你可要小心了。 我笑笑不语,谁小心还不一定呢。 之后的日子,我忙着准备婚礼, 她回老家收拾东西啥的,暂时也就相安无事。 可就在婚礼开始的前三天,她又闹幺蛾子了。 婚礼定在了11月份,虽说不是特别冷, 可北方这个季节,已经开始穿毛衣保暖了。 婆婆居然选了件绿腿的旗袍, 更离谱的是她要在早上,我们在室外拜堂的时候穿。 早上接亲的时候温度低, 她一把老骨头万一冻个好歹的。 好说歹说,她才愿意穿一件肉色的丝袜打底。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,谁知道她话锋一转。 问我,那我的跟装,几点到呢? 我中午穿的衣服,也得去选一件。 你穿婚纱,那我也得穿个礼服裙子啥的。 还有你去敬酒的时候,我也得跟着,我也得要件敬酒服。 我越听越离谱,当下恨不能报警把她抓起来,精神病危害社会啊。 要不婚纱给您穿,敬酒服给您穿,你替我结婚算了。 她听我这么说,语调提高了好几度,脸上表情猙獰。 你说的是人话吗? 啊?什么叫我替你结婚? 你会遭报应的,哪有老娘跟儿子结婚的? 我邪逆她一眼,对啊,你还知道说的不是人话,那你怎么能说出我们结婚,你得穿小礼服这种话来,为老不遵。 这下,她真的去掐人中了。 休息了好一会儿后,她又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过来,脸色已经没了刚才的沧桑,仔细看,还查了茶口红。 小韩,我刚才回去想了想,你说的也对,我就穿这件旗袍就行了,但跟装不能少,妈也想漂漂亮亮的,不给你们丢人。 我暗想,这是硬得不行来软的呀,可我这个人反骨,软硬不吃。 我深吸一口气,语气融合了不少,握着婆婆的手,妈,结婚前啊,给您买了套房子,我和齐送哪里还有钱,我都没请跟庄,准备让我闺蜜给我随便画画就行了。 这哪能行啊?结婚就得漂漂亮亮的,省钱不能省在这地方,趁还有时间,赶紧找俩。 我就等着她这句话,陪上笑脸,那行,妈,您给我出钱,我找个最贵的。 说着,我就假装给婚庆公司打电话,她急忙将我拦了下来,也不装了。 坐在地上,盘着腿,嘴里哭嚎着,我这是什么命啊,找了个什么儿媳妇,结个婚,都不给我找跟庄。 我当初嫁给你爸的时候,就啥也没打扮,现在儿子结婚了,又是啥也不给打扮呀,我命苦的呀,死了算了。 我冷眼看着她这一系列的骚操作,我可是听齐颂说,当年她爸妈结婚的时候,是十里八乡最气派的,没有一个不羡慕婆婆找了个好人家,这惠子来跟我装惨。 我语气冷了几分,不屑地望向她,您要是觉得委屈,就让爸再娶您一次,在您儿子婚礼上找步,算什么吗? 文言,她脸色大变,哆嗦着嘴,你是不是咒我,你爸都死了那么久了,你跟我说让我们俩再结婚一次,你这不是咒我死? 说着就要站起来拉扯我。 这时候齐颂从外面回来,看见我俩这样,愣住了。 婆婆反应快,扑到她怀里就开始诉苦,越说齐颂的脸色越难看,到最后憋出来一句,妈,也就是我爸是出车祸去世了,要不然活到现在也被您气出病来,您都多大年纪了,能不能成熟点? 婆婆脸上的表情多变,一阵红一阵紫,半晌,冲着窗子就跑了过去,六十岁的老人一下就蹦上去了,对着外头就准备跳,既然你也这么说我,那我去找你爸爸。 齐颂伸手去拽她的空档,她已经不见了身影。 说时迟那时快,婆婆已经掉了下去。 我和齐颂双眼对视,无奈地耸耸肩,我一脚踹在了她的屁股上,还不赶紧去看看你妈。 她心烦地揉了揉太阳穴,一楼,下面还有个沙发,能摔着吗? 果不其然,等我们走出去的时候,婆婆已经端正正地坐在了沙发上,泪眼婆娑。 我就是想你们结婚的时候漂亮点,我有错吗? 你说说。 说着就开始动手撕巴齐颂的衣服。 我倒吸一口凉气,生怕她挠花了齐颂的脸,导致她结婚那天出丑。 情急之下,我脱口而出,大不了您结婚的时候, 我到时候给您整一套好了吧。 话音刚落,六目相对,我也意识到自己这话说得过了。 刚想着解释,婆婆就娇羞地哼着歌从我们身边走过。 我给了齐颂一个你自己体会吧的眼神,她烦躁地挠了挠头发。 我越想越觉得搞笑,感情婆婆搞这么一出,还是在外面有人了呀。 公共去世多年,现在都讲究自由恋爱,我倒也不反对婆婆再嫁。 只是,据齐颂介绍,自打我公共去世,我婆婆就开始恋爱,东一个西一个,不知道被多少老头骗过。 上次学人家年轻人搞网恋,差点把退休金都搭进去,这次不知道又找了什么样的老头。 只是她动辄就要死要活的,万一被骗了,想到这我打了个寒颤,起了身肌皮疙瘩。 望着她扭捏的背影,我急忙追了上去,挽着她的胳膊,试探性地问道,妈,您这是恋爱了。 她拢了拢乱了的头发,有些高傲的开口,你不就是怕我会找个老头给你们增添负担吗? 我可告诉你,任老孙自己有工厂,市区别墅好几套,随后停下脚步上下打亮了我一眼,你可别妄想,以后我会帮衬你们。 老孙说了,结完婚就带我去环游世界。 看着恋爱脑的婆婆,我冷笑一声,得,又被骗了。 我深吸一口气无奈地对齐宋说着,好好看着你妈吧,别到时候你这恋爱脑妈妈给你整个骗子后爹回来。 她不以为意,没事,我妈这人一年得恋爱十几次,长久不了。 知母莫若子,原以为这场黄昏恋坚持不了多久,可没想到在我们的婚礼上居然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父老头。 我正和齐宋,爸妈,还有婆婆顺着流程,婆婆站在台上到处看着,死依每次都喊她好多遍。 就在我要发火的时候,她一脸娇羞地从台上下去,挽着一个地中海老头走了过来。 亲家母,给你介绍一下,这是我老伴,毕竟今天齐宋大婚,我决定啊,让她以爸爸的身份上台,介绍给大家伙认识。 孙老头穿着一身的DIS,脚上是落了灰的皮鞋,不足1.7米的个头,怎么都没办法和婆婆口中那个玉树临风的父老头联系在一起。 听闻这话,我只觉得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。 我们的婚礼,成了老太婆秀恩爱的地方。 还没等我说话,齐宋回过神对着一旁的伴郎耳语了几句。 没几分钟,伴郎抱着公共的照片走了过来递到了婆婆的手里。 妈,既然您不想一个人上台。 那就抱着我爸的照片上去吧。 我和小韩是年轻人,不会觉得晦气,你放心吧。 齐宋一脸冷漠地望着婆婆,就好像这一出他早就预料到了,甚至连婆婆接下来会说的晦气啊什么的,都想到了。 婆婆被气得满脸通红,干枯地手指着齐宋,你,你,你大逆不道。 齐宋这个人最不担心什么亲情绑架,毕竟说起亲情,他和婆婆之间也并没有多少,一整个从小的自由生长。 妈,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好看,那就别上台了。 说吧,继续招呼着司仪顺流程,彩排。 一旁的孙老头附在婆婆的耳边嘟囔了几句,婆婆这才换上了笑容。 你妈这个新老伴很明事理啊。 我到了倒齐宋的胳膊,小声耳语着,头上的灯光照在齐宋的脸上,明明灭灭,趁得她的侧脸更加俊俏。 她冷笑了一句,语气里带了一丝无奈,话别说太早。 果然,被她一语成衬。 战战兢兢地走完流程,到了最后一起向台下敬酒的环节。 婆婆一个剑步冲到主持人的旁边,薅下话筒,神色娇羞地望着台下。 欢迎大家今天参加我儿子的婚礼,在这个喜庆的节日,我想借此机会,请上我的老伴来,也借着这个舞台,想跟我的老伴简单地办个仪式。 说完附在我耳边,咱俩婚礼一起办,省钱,妈多会为你着想。 齐送上前,抢下话筒,微微鞠躬,目视着我婆婆,这是我婚礼,你这是在干嘛? 说话间,孙老头昂头阔步地走了上来,我看着台下的姐妹团看我的错愕的眼神,我就恨不能撕了婚纱跑,这他妈都是什么事啊? 在看齐送,灯光下的他神色暗淡,即使知道婆婆再不靠谱,也没想到会在他最重要的日子狠狠地打他的脸。 看着他像个无家可归的小狗,我所有的愤怒话为了心疼。 谁知道齐送竟直接拿起了话筒,谢谢大家今天的捧场,让我们吃起来吧。 牵着我的手,就走了下去,将婆婆和刚刚上台的孙老头晾在了上面。 他俩四目相对,像极了无人问津的小丑,孙老头看看台下再看看我婆婆,狠狠地甩开了她的手,下台了。 婆婆像是个受气的小媳妇,嘟着嘴跟在后面。 随后两个人出了会场,再也没回来,这婚礼有惊无喜的,就这样结束了。 我和齐送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,推开门的一瞬间,婆婆正依偎在孙老头的怀里,坐在我心买的沙发上,那场景不忍直视。 积压了一天的怨气,一瞬间全都喷涌而出,我上前将她拽了起来,语气带了哽咽,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? 谁让你来我家的,你给我滚。 她反手一把将我推开,你家,这房子是我儿子买的,你算哪根葱啊? 而孙老头犹如男主人一样敲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,一副男主人的姿态。 狗账人士,你别以为你找了个身子埋了半截的老头,就可以牛逼哄哄,想在我家为非作歹。 这房子写的是我和齐宋的名字,你给我滚。 齐宋轻轻地扶住了由于太过于激动差点摔倒的我,冷脸看着婆婆,你怎么会有这个家的钥匙? 看到儿子黑脸,婆婆这才有所收敛,坐在孙老头的一旁。 我,那天从你包里拿的?干啥呀?当妈的进你家不行吗? 你,出去。齐宋听完看像孙老头,一脸的冷漠。 孙老头抬了抬眼皮,嚣张地从兜里抽出了一盒烟,点上,吐着烟雾看着齐宋,我不出去能怎么样呢? 齐宋星红的眼神望着他,抬起的手被我拦住了,冷静,你动了手,这事就麻烦了。 他微微昂起头,深吸一口气,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,之后便坐在客厅,四个人安静如鸡,客厅里静得能听到外面风的声音。 这一刻,我甚至想离婚。 半小时后,警察上门,齐宋指着孙老头,未经我们同意,这个陌生人就进了我家门,现在赶不走,麻烦您处理一下。 婆婆闻眼,脸色大变,猛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,指着我的方向破口大骂,你这个狗娘养的,你窜多我儿子报警。 我养了她二十多年,现在报警抓自己的亲娘,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,就被齐宋打断了,不是你,你别说话了,那个男的我们不认识,这是我妈,不好意思,她精神不正常。 孙老头很冷静地起身,从兜里掏出了个红本本,扔在了齐宋的脸上,划出了一道血痕。 大逆不到的东西,捡起来看看吧。 我捡起来一看,竟然是婆婆和孙老头的结婚证,你居然跟她领证了。 一时间所有的愤怒和委屈全都消失殆尽,我冷眼看着一旁的婆婆,情绪竟是前所未有的冷静。 齐宋几乎第一时间从我手里拿了过去,斜眼望着婆婆,发出了一丝冷笑。 一旁的民警尴尬地望着我们,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。 我强忍着疲倦,冲着警官弯腰致歉,抱歉,是家里老人没说清楚,麻烦您跑一趟了,实在是抱歉。 最后拿了两包喜糖,也算是沾下喜气。 只是走的时候,警察意味深长地冲着孙老头的方向看了几眼。 一时间原本乱糟糟的家里安静了下来,我们四个人坐在客厅里,谁能想到,原本的新婚之夜能闹了这么大的乌龙。 说说吧,你俩怎么认识的?什么时候领的证?打算以后怎么办? 婆婆清了下嗓子,开始炫耀,你孙叔叔自己有好几家厂子呢,我们是跳广场舞认识的,昨天刚刚领的证,说起来呀,你们得改口叫吧。 而且呀,婆婆瞥了我一眼,声音不自觉地放大,你孙叔叔无儿无女,她说了,只要你们好好孝顺我俩,她名下的财产都是你们的。 我看着满脸褶子,却又带着娇羞天真的婆婆,恨不能撸起袖子狠狠地扇她两巴掌,让她醒过来。 是啊,我这一辈子孤寡老人惯了,只要你们对我好,绝不会亏待你们。 说着,孙老投手在我新买的沙发上蹭。 我走上前,一把将她拽了起来,滚开,我跟你非亲非故的,你俩结婚那是你俩的事情,别弄脏了我的沙发。 我看着这两个老货,冷眼看着,我今天把话放着,我以后就是去要饭,也不会要你俩的钱。 别惹毛了我,别说一个后公公,就是亲婆婆,我也不会给你留什么脸,现在给我滚。 说着,我大踏步地回了房间,看着卧室里我妈铺上的红色的床单,觉得格外讽刺。 外面是婆婆哭天喊地的声音,无非就是养大了儿子,现在居然无家可归之类的。 就在我准备出去骂人的时候,齐宋暴怒的声音响起,有完没完,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,您都干了些什么? 在我的婚礼上,介绍您的新任老伴。 儿子跟妈同一天办婚礼,您怎么想的?您想过我的岳父岳母会怎么看我吗? 想过我老婆的家里人,会在背后怎么议论吗? 您真自私,出去。几分钟后,客厅静了下来。 隔着一道门,我几乎可以听到齐宋喘着粗气,微微啜泣的声音。 半晌她推开卧室的门走了进来,巨大的黑暗包裹着她,说话带着鼻音。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婚姻无法接受,我可以接受离婚。 我也没想到我妈会这么离谱,车房都给你,是我对不起你。 我起身,外面的路灯照进来,老远看过去,齐宋像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 记忆里她不止说过一次,她妈不靠谱。 即使在心酸的时,说出来总是带着笑容。 今天这么难过,还是第一次。 我走出去,狠狠地抱住她,说啥呢?你今天不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照顾我一辈子,这会儿打什么退堂鼓。 再说了,你妈是你妈,你是你,我分得清。 她用尽全力抱着我,几乎要把我揉进胸腔内。 我拍打着她的后背,小声安慰着,好好休息,未来还有很硬的一场仗要打。 按照惯例,隔天我们需要回娘家。 为了避免让爸妈和叔叔婶婶在家等我们,我就想着等回来了再换所。 而且就待一天,昨天要是也跟婆婆要来了,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 只是我没想到,婆婆会无耻到这个地步。 我回到家的时候,门大开着,婆婆正往家里一点点地搬东西,本来就狭窄地走廊,被填得满满当当。 破被子,破毯子,发黑的床单被罩,甚至还有沾满了油渍的锅碗瓢盆。 而且还弥漫着一股子难以言喻的臭味,我寻着臭味找了半天,在一个盆子的下面看到了一只快要立起来的臭袜子。 事实证明,人在暴怒的时候,头脑居然异常冷静。 你把这些破烂拿来干什么? 婆婆擦了擦脸上的汗,眼皮都没抬地嘲讽起来,你们不想一家团聚,但我想,我想跟你们住一起,可怜可怜我吧。 看着满地几乎全是男性用品,我猜到,这肯定是孙老头的主意。 齐宋这时候走了上来,看到满地的垃圾,整个人都崩溃了,手里拎得东西东的一下,落在了地上。 我赶在他发火之前,小声在他耳边耳语,别激动,看看情况。 果不其然,孙老头犹如一家之主般坐在沙发上看着婆婆搬东西,自己磕着瓜子看电视。 呵呵,恋爱脑,不管多大年纪都是活该。 我叫停了婆婆,让她坐下,咱们聊聊吧,你们这一出出的到底想做什么? 事情到了这一步,表面上看,孙老头平时不言不语,可婆婆的每一步行动都是她受益的。 就外面那摊破烂,要说她是在肠子里给人看大门的我信。 她要是厂长,我就吃屎。 真不是我看不起人,而是谁家厂长袜子都立起来了都不洗呢? 突然,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,这老头不是想骗房子吧? 还好婆婆的房子在我的名下。 婆婆看了看一旁的孙老头,那就让你们爸说吧。 孙老头倾渴己生,哪有你们这样做孩子的,把你妈一个人丢在那边,从今天起我们搬过来住。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在一起。 不必,我不同意。 孙老头没想到我拒绝得这么干脆,瞪圆了眼睛看着我,脸上满是愤怒。 你愁我干啥?你眼睛格外大吗? 当初是婆婆非哭着喊着要买房,现在又说什么一家团聚,那买那房干什么? 你这是不尊重长辈,你要是继续这种态度,我死了我的钱你一分。 都别想要。 我气笑了,你死了都带着进棺材,我们可不要。 最好呢,提前给自己烧点纸钱,不然你无儿无女的,到时候连个上坟的都没有,我们可不会管。 婆婆见我俩剑拔弩张,急忙给孙老头顺气。 好好给你这老伴顺顺气,可别刚结婚就变寡妇。 齐宋在一旁,偷偷地冲我竖大拇指,随后起身,低溜起孙老头。 这位大爷,请吧,别赖在我家了。 谁知道婆婆反方向进了我们的卧室,躺在床上不起来。 冲着孙老头招手,孙老头冲着齐宋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,趁他吃痛的瞬间,两人双双躺在了我们的床上。 我已经把房子租出去了,我就要跟你们一起住,尊老爱幼,我们得住主卧。 果不其然,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,这是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,拿着租金,住在我们家,吃我们的,喝我们的,最后顺便把房子据为己有。 齐宋和我相视一笑,瞬间就懂了对方的意思。 他走进卧室,打开衣橱拿出行李箱,开始收拾东西。 婆婆按捺不住坐起来,你要干啥去,你什么意思? 我给你俩疼地方啊,把主卧让给你俩,你俩住,我们去赐卧住。 孙老头倒了,到婆婆的胳膊,一副听我的没错吧的样子,无比恶心。 收拾完行李,我俩拿着行李箱下楼,先是去了婆婆的房子, 里面的东西都很全,基本上都在。 将东西放好,又去联系了小区的租房中介。 婆婆是真的已经将房子挂在了网上,但还没有人租。 我拿出了身份证房产证明一系列的东西,证明了我是业主,撤销了租房,而换成了售房。 又将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也挂在了网上,原本我和齐宋也是看中了另外一个楼盘的房子。 当初还说,有钱了就要换房子。 如今,为了摆脱这对老东西,只能是将房子卖出去了。 做完这一切,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。 我俩又赶忙买了些东西,去找了跟婆婆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家,打听这个孙老头的来历。 一连找了好几个老太太,这才拼凑出了她和婆婆之间缠绵翡策的爱情故事。 有几个老太太知道婆婆跟她结婚后,连连感叹终于有人收了这个老害。 据某位阿姨神通广大的儿子查到的信息,孙老头名叫孙永义,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小混混,啥也不干,整天就是吃哥哥的花弟弟的。 自打她亲娘去世后,哥哥弟弟也跟她断了联系,这才找了个保安的工作,但总是喝酒误事。 这几年林林总总附近的保安都干遍了。 她和婆婆是跳广场舞认识的,孙老头呢,广撒网重点捞鱼,对好多个单身的老太太下锅手。 其中还搞错了信息骚扰一个有老伴的阿姨,被阿姨的老伴差点揍了。 也就是说,所有人都看得清她是个无赖,只有婆婆这个恋爱脑觉得她像个宝。 听完一圈八卦后,我的三观尽毁。 这时,齐宋的手机响个没完,拿出来一看是婆婆打来的。 你们干嘛呢?也不回来做饭,我跟你爸都快饿死了。 里面还夹杂着孙老头含着谈讲话的声音,让他给我买个烧鸡,我好几天没吃了,带两瓶酒。 带酒,我他妈这就给他带着下地狱。 停复了心情后,我和齐宋去吃了炖火锅,路边买了两个馒头拿回了家。 对了,这套房子我也租出去了,以后咱们都得住酒店了,个顾个的吧。 说完,我拎着剩下的东西就往外走。 饿得鸡肠碌碌的孙老头看着手里帮帮硬的馒头,破口大骂。 你个小婊子,你给老子吃这个。 啊,你妈没教你尊老爱幼吗?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,没家教的玩意儿。 有娘生没娘养的臭婊子,老子今天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 还没说出口的话被我一巴掌打进了肚子里,我几乎用上了吃奶的力气。 打得我手发麻,你他妈的居然敢打老子,你想死啊。 他举起手要打过来的时候,齐宋护住我将他推开了。 他一个踉呛,整个人犹如乌龟一样四脚朝天。 那场面,滑稽得要命。 他起来撸起袖子就对着齐宋下手,一时间场面乱作一团。 我打开手机的摄像头拍了起来,齐宋没有主动动手,基本上都是躲着他,尽量避免打到自己。 可孙老头矛起进来,有几下打在了齐宋的身上。 我全程对着他们拍,拿起手机报了警,没多会儿警察就到了家里。 警察刚进门,孙老头就一下躺在了地上,哎呦哎呦喊个没完。 我的波棱盖啊,我的胳膊肘啊,我的腿啊,我的腰啊,警察同志。 我是这个孩子的继父,就因为我不给他钱,他就要打我,您赶紧把他抓走。 警察还是我们四个人,又是你们家。 我将手中的视频递了过去,上面记录得清清楚楚,孙老头没有挨揍,反倒是齐宋硬生生地挨了好几下。 看完后,警察问道,你们打算怎么处理? 刑事拘留,赔钱,不能平白无故地就这么将我老公打了。 警察刚要开口的时候,我婆婆哭嚎着跳了出来,不是的,不是的。 警察同志,是我儿子先动手打的他爸,可不是他爸先动的手啊。 再说了,当老子的打儿子,挤下怎么了? 我儿子先动手的。 齐宋瞪大了眼睛,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婆婆,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 我可是你亲儿子。 婆婆冷哼一声,表情争宁声音尖锐,儿子怎么了? 儿子娶了媳妇,也没见得对我多好,老孙可是我老伴,下半辈子一起过日子的。 说完走到我身边,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,给了我个猝不及防。 脸上因为太过激动带了几丝不自然的红韵,都是你这个小婊子,你竟然敢报警,看我不撕了你。 齐宋上前,心红着眼睛看着婆婆,如果您非要和这个人在一起,那我以后将不会管您。 谁知道,婆婆一巴掌又打在了齐宋的脸上。 好,断绝母子关系,你以后别来求我。 但是你得把这些年我养你的钱还我,断绝关系。 齐宋养了养头,我依稀能看到他眼角的泪。 行,您说吧,多少钱,咱们明天去公正。 婆婆看了看孙老头,那边偷偷地伸出了个五帽号50W。 不可能,你要是想要50W,那就别断绝关系了,就闹吧,我看谁耗得过谁,我们年纪小不怕生气,你小心你老半气死。 我也不顾形象大喊了起来,玻璃上照出来披头散发,如同疯子般的我。 十万块钱,行,我们明天去做公正,不行,就拉倒。 说着我将婆婆那些垃圾扔出了门外,给我滚。 好,十万块也行,什么时候给钱? 这时候在一旁装死的孙老头发话了。 关你妈的屁事儿,你他妈再嗶嗶一句,老子就是坐牢,也要把你打残。 齐宋犹如发了疯的狮子叫嚣着,一旁的警察面面相去,象征性地警告了一句。 随后冷眼看着婆婆,明天一早去公正处,我带着钱,咱们断绝关系。 带着你的死老头滚出我家,现在立刻马上。 婆婆挽着孙老头的胳膊,摇曳生姿地走了出去。 我和齐宋结婚几乎掏空了家底,连夜跟我妈又戒了不少。 躺在床上,齐宋将头靠在我的怀里,不知道为什么,我突然有些放松。 你说,我是不是太不是个东西了。 这些年,她做了太多这种事,也不是第一次要跟我断绝关系,我希望她明天别反悔,放过我吧。 一早我和齐宋拿着钱去了公正的地方,婆婆和孙老头也随后就到了,索性手续还算顺利。 出了那扇门,婆婆甚至连头都没回,就跟孙老头走了。 齐宋望他们的背影深深地看了一眼,希望她别后悔吧。 拿到那笔钱没几天,婆婆就跟孙老头收拾了东西去旅游了,把朋友圈当直播,恨不能一天发五十条。 我们也趁她不在的空当,将房子脱手,一番一副赚了二W块。 我特意请了几天嫁在家陪着齐宋去给公公上了个坟,我站在远处,她跪在墓前,倒着酒,不知道父子两个神魂交流讲了些什么。 离开墓园的时候,齐宋的心情比之前好了很多,前所未有的放松。 找房子很麻烦,我和齐宋便将东西搬到了我妈那里。 到了我家之后,齐宋说,她才知道原来父母那辈的夫妻也可以不吵架,也可以嘻嘻哈哈。 原来妈妈会专门准备好吃的给子女,原来自己在外面受挫,工作不顺心回到家,一家人也是能够你一言我一语地帮忙骂战出气的。 太阳东升西落,我们安静地度过了十天。 周末的早上,我和齐宋还在赖床,就听到她手机叽叽哇哇地响个不停。 接起来是医院打来的,里面声音嘈杂,但我还是捕捉到了重要的信息,婆婆住院了,情况危急,让我们去医院。 我和齐宋都以为是她的恶作剧,我抢过手机就毫了出来,不好意思,我们跟她没关系了,还有别再搞这种无聊的把戏了。 就算死了也跟我们没关系。 说完,我就挂了电话,顺带着关了机。 吃早饭的时候,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,接起来还是刚才的那个女生。 没等我开口,对方先打断了我的话,再三确认婆婆真的在医院的时候,我和齐宋饭都没吃完就赶了过去。 齐宋手忙脚乱地签了手术同意书,五个小时后,婆婆被推了出来,身上全是绷带,脸色苍白。 直到警察上门找到我们,我们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昨天,婆婆和孙老头回到房子的时候,发现门锁被换了,去物业询问过后,才得知房子被我卖掉了。 我和齐宋早就把他拉黑了,他电话也打不进来。 他们两个人站在楼道里吵了起来,孙老头高高在上地指责婆婆,说好的,我娶你,你自己有房子,住在你家,你表现得好,我就把钱都给你。 现在倒好,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,什么东西,老子要跟你离婚。 婆婆瞪大了眼睛,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,眼泪扑速速地往下掉,你说啥呢? 跟我离婚,你凭啥呀?你不能这么对我,不是还有五万块,给我,我要跟你离婚。 孙老头扯着婆婆的包,要去拿钱,两个人拉扯着,孙老头抢了包跑的时候,婆婆趴在地上狠狠地拽住了她的腿。 孙老头一脚将她踹下了楼,翻滚了几圈。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,可能没希望了。 医生叹了口气,留了个白色的背影给我们。 自作孽,不可活。 到现在,我对婆婆一点同情心都没有,我本来就不是圣母,她差点毁了我的生活。 说句很难听的,我巴不得她赶紧死了,别让我伺候她。 齐宋大概看出了我的想法。 沉吟过后,小声说,你放心,绝不会让她拖累你的。 她留在医院守着病危的婆婆,我回家拿东西的时候,在半路上看到了鬼鬼祟祟的孙老头,我打给了齐宋。 她到的时候,孙老头刚好买了些吃的从便利店出来。 我俩跟踪她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子,盖上衣服,狠狠地打了她一顿,发泄完心中的怒气后,我报了警。 我们躲在一旁看着警察将孙老头抓了回去。 随后也跟着去了警局,孙老头被打得鼻青脸肿,看到我满脸怒气,你个小婊子,畜生,都怪你。 偷着卖了房,要不老子哪至于这么惨。 我看着眼前的无赖,还是没忍住问出了那个问题,你当时推婆婆下楼的时候,怎么下得去手。 那个老妖婆,还真以为有什么真爱,要不是她说自己有多少钱,多少房子,我都不看她一眼。 原本寻思结了婚,把房子卖了,就把她弄死的。 没想到遇上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儿媳妇和她这么个王八蛋子,你俩会遭报应的。 你们俩早晚会死的,肩夫淫妇,狗男女。 到最后,警察将她押了回去,判刑是肯定的了。 当晚婆婆在ICU里面就咽了气,临死之前,齐宋守在她边上,她嘴里呢喃的还是,老孙,不能离婚啊。 齐宋脸上原本难过的神情,立马变了。 这样的母亲,真是不值得。 火化后齐宋将她埋进了公墓,没有和公公埋在一起。 直到死,婆婆都不知道其实孙老头当初看重的一直是她手里的钱。 夕阳下沉,我和齐宋走在回家的路上,未来可期,像我们结婚时说的,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 齐宋番外,从我有记忆开始,我们家就一直处在争吵之中。 爸爸干一天活回来,灰头土脸,得到的只有妈妈的嘲讽。 本就是农村的家庭,可妈妈天生的优越感让她看不起老爸,觉得老爸人矮,长得不帅,也不太会说话,老实只会干活。 可他从不反省,他每天在家看电视哼着哥跟邻居家聊天的安稳日子,是老爸拼了命在工地上干活换来的。 在后来,爸爸跟着城里的叔叔进城打工,也给妈妈安排了个工作。 他的生活更加丰富了,下班后就去打麻将,逛街,花钱。 家中永远只有我和老爸两个人,但没有他的日子,我觉得很好,很清静。 他在家只会嫌弃我跟爸爸,你看看你们两个吃饭的样子,不愧是父子俩,一副没有出息的样子,看看人家隔壁老刘,人多会赚钱。 还有你骑送,学习好有什么用,书呆子,带着一副没出息的样子。 在他的世界里,只要他开心就够了,别人都无所谓。 爸爸去世的时候,他一滴泪没有落,满心欢喜地看着巨额补偿金,盘算着用这笔钱去干嘛。 我以为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的,直到去了小韩家,才知道周末的早上是可以赖床的,遇到事情的时候是可以撒娇的,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可以被安慰的。 父母是可以和睦相处的,他们之间也是有爱的。 妈妈进了医院那天,我看着躺在ICU病床上的她,突然感到无比的陌生,明明做了母子三十年,竟然连对方喜欢什么都不知道。 妈,我送您最后一程,您这一生都想要摆脱我吧,我自作主张将你俩分开,下辈子你们别遇到了。 我会好好生活,希望您在下面也是。 说完,我深深居了一躬,看着不远处等我的小韩。 夕阳西沉,新生活也要开始了。